第41章好想开个烧烤摊,含飞惊了,难道宇宙里植物还能有相同的? 虽然这草莓看起来有一个拳头大,但这明明就是草莓,尝得再大,它还是草莓。 李刚介绍道,啊,赵爷,这个叫红果,我以前还买过,本来看着色索以为是灵果,结果吃下去半点反应都没有,就是好吃。 李刚介绍着还杂巴了一下嘴,可惜一枚中品珍珠换一个草莓,太过奢侈,他也没钱换,所以就只能眼馋。 韩飞呵呵了,你吃下去能有反应才怪呢,草莓啥时候就变灵果了。 耿韩飞细细一看,简直无力吐槽,这里面摆的都是啥。 他看见了苹果大的无花果,拳头大的葡萄干。 还有木枣,柿子,桃子,樱桃,各头拳大翻了好几倍大,除此之外,花卉同样不少,找了半天,韩飞找到了几种认识的,比如玫瑰花,海棠花,君子兰,菊花,牡丹。 就颜色而言,这里的任意一种拿到地球拿都是真品中的真品。 一路看过去,品种近千,其中有近百种韩飞是认识的。 等等,土豆,韩飞眼睛一亮,竟发现了一个有西瓜般大小的土豆,这一世界竟然有土豆。 再看过去,韩飞看见了萝卜,山药,花生,红辣椒。 大蒜,卧槽,大蒜,韩飞看着这一根手指长的大蒜粒,立马想到了蒜蓉小龙虾,顿时咽了口唾沫。 可惜让韩飞失望的是,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按个卖的,这自己哪买得起。 他甚至觉得就是村长来了都不一定买得起。 再然后,韩飞陆陆续续发现了几十种认识的其他植物。 这还仅仅是他认识的,他不认识的的还有上千种。 韩飞呼吸急促地来到那老头身边道,老爷爷,这些鹅,将要您卖不掉咋办? 老头懒洋洋地砸扒了一下嘴巴,酒罐子孤独灌了口酒,喝了好几口才懒洋洋道, 卖不掉就扔地里,天道循环,还会再长出来的。 韩飞傻眼,合着你卖不掉就扔地里,这特么不是浪费吗? 老头睁开眼瞅了韩飞一眼,你想要,拿钱来,韩飞,没那么多,老头挥挥手,没钱就走开,别耽误我睡觉。 韩飞黑着脸,入宝山而空手回,这不是他的风格。 他几乎可以料定,这老头绝非寻常人,否则这地方早给别人打劫了,哪会如现在这般,一个人影都没有。 沉默了半天,韩飞,老爷爷,我看您这园子都没有人搭理,要不,我给您搭把手。 老头眼睛都不睁道,小娃娃,等你觉醒天赋灵魂兽的时候再来吧。 韩飞眯着眼,好,回去的路上,韩飞回头了好多次,大蒜啊,蒜蓉隔离,蒜蓉大虾,想象都要流口水。 如果说之前他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些还好,现在知道了,绝不能放弃,毕竟自己还要在这鬼地方待好久,好久,好久。 李刚泽一脸莫名其妙,少爷,这个糟老头狂得很,要不去收拾他一顿。 还有那些铃果其实并无功效,即便有,那也微乎其微,您真要来给这老头种地。 韩飞,你收拾他,刚子,你知道混混最怕什么吗? 啊,韩飞,最怕看走眼,我敢保证,你敢去收拾这老头,他保证一只手就能把你从玄空岛直接扔海里去。 啥,那不能够,从来就没听说过这老头和人家动过手啊。 韩飞懒得跟着货解释,而是问了句,刚子,你说怎样才能快速赚钱呢? 李刚想都不想到,收保护费啊,滚,韩飞一边走一边沉思,不给出海,就没法搞小鱼潮,不搞小鱼潮就没有灵气吸收。 虽然自己还有食品铁鱼断体液,但是他不敢用,这要是到了六级巅峰要压制不住要突破咋办? 他可没有那海量的灵气,至于学校那边,吞鱼鱼汤是喝不到了,难不成要去集市上买鱼? 不行不行,太奢侈了,唉,好想开个烧烤摊啊。 韩飞深吸了口气,算了,只有一个办法了。 刚子,去买酒,李刚,少爷,要几斤? 韩飞,呃,接来个一百斤试试,哭,李刚差点猛,啥玩意,一百斤,韩飞,让你买你就买,是,少爷。 一天后,韩飞终于捣鼓出了一罐子烈酒出来,玄空岛这边的酒度数很低,虽然他不知道怎样用鱼头发酵出酒来,但只要是酒,总能提纯。 于是,经过一天的努力,一罐子足足有五十度的烈酒就出炉了。 韩飞,刚一子,过来,李刚一身实力已经恢复了三成,这会搜一下就出现在韩飞面前,少爷。 韩飞,尝一口这酒,李刚不知道韩飞在捣鼓什么,反正就他就知道自己买来的一百斤酒现在只剩下四十斤了。 当韩飞把酒倒出来的时候,顿时一阵香气扑鼻,李刚眼睛顿时一亮,少爷,这酒好香。 李刚端起碗陶醉的吸了一会儿,只见他一口就把碗里的酒全部都干掉了。 啊,哦,吼,吼,吵着着了,李刚神色惊恐,他觉得韩飞要害死自己,喉咙几乎要喷火。 但是,为什么感觉好像有点爽,数十个呼吸后,李刚喘着粗气,整个人脸色通红。 哨,哨,吼,见李刚一脑袋在地上,韩飞很满意地点了点头,嘿,那老头喜欢喝酒。 种植园,韩飞领着一壶二十斤的酒走了进来,依旧只有一个老头在晒着太阳。 不,韩飞把酒干一鲜,顿时酒香四溢。 只见原本海岚洋洋晒着太阳的老头蹭一下弹了起来,眯着眼盯着韩飞,这是,酒。 韩飞咧嘴笑道,老爷子,专程给您带的,尝尝。 老头麻溜得拎过酒坛,鼻子一嗅,顿时精神一震,好酒。 说完,这老头仰头就是一口,看得韩飞眉毛直跳,这老头可真狂野。 哈哈哈哈,几瓶好酒,这酒何处寻来的? 此刻的老头和之前完全盼若两人,一脸期待地看着韩飞。 韩飞,从哪来的您就甭管了,反正整个天水村,只有我有。 老头笑盈盈,何止天水村,城里都寻不到此等好酒。 韩飞眼睛一缩,城里,这老头果然不是一般人,据和小鱼说, 哪怕是村长,都只去过镇里,城里那种地方,怕是整个天水村都没几个人去过。 老头脸色微红,又好饮了一口才道,说吧,小娃子你想从这里得到什么? 韩飞,小子想用这酒和老爷爷您换香料。 老头点了点头道,这确实是难得的佳酿,其浓烈程度乃我平生所见,当的是宝贝。 既然如此,那便给你换一百斤好了。 韩飞只觉得惊喜来得太突然,好家伙,昨天一颗大草莓就要一枚中品珍珠,如今随随便便就是一百斤。 得了,韩飞立马从身后掏出个大口袋来,直接走向红辣椒和大蒜那边,一个进往里面掏这两样物品。 老头一了声道,小娃子,这两样东西可不好吃,一个十只辣的鲸鱼喷火,一个味道刺鼻难闻。 倒是这红果不错,十只酸甜,味道一流。 韩飞却不管,只抬头问道,老爷爷,您这边有生姜吗? 生啥,鹅,就是长在地下的,挖出来一块块是黄色的。 老头了然,你说的是黄球,黄球不是摆在那边了吗? 韩飞只见老头指着土豆,连忙摇头道,比他要扁,扁的。 老头惊疑地看了眼韩飞,你说的是麻舌根。 那东西不好吃,一吃舌头就麻了。 在地里我没挖。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麻舌根的? 韩飞咧嘴一笑,这个您就甭管了,到时候等我做好了,我带过来给您尝尝。 老头眯着眼,你要炼药,这只怕炼不了,这些都是最次品的零花零果,对人体几乎无效,哪怕能炼丹,效果也不会好上几分。 韩飞,到时候您就知道了,在老头的指导下,韩飞足足挖了弄了一百斤生姜、辣椒和大蒜回去。 人还没到家,韩飞就喊道,刚子,去租摊,咱去做烧烤。 第四十二章天下第一好吃,离空港,集市的中心地带,韩飞足足花了十枚中品珍珠才租了一个摊位,可见这里是寸土寸金之地。 此刻,这里竖起了一个牌子,引得无数人观望。 有人不屑,或,口气倒是不小,天下第一好吃,这吹呢吧。 有其他摊贩冷笑,你去过天下吗,还天下第一好吃。 有人好奇,这里准备弄什么,只见韩飞站在烧烤价前,对着围观的人群喊道,今天,我们天下第一好吃烧烤摊正式开张。 呃,全场半价,保证你吃的舌头都要掉下来,从此爱上我们天下第一好吃烧烤摊。 烧烤摊,那是什么东西? 有路人好奇问道,韩飞,别急,待会儿我就先做几分,各位可以免费品尝一下,不好吃不要钱。 真的假的,小娃子,你做得了煮吧。 不好吃不要钱,韩飞,当然,我说话算数,刚子,起火,只见韩飞那长长的烧烤架上摆着小白鱼,大海螺,大海棒,大黄鱼片,小章鱼须,小白虾。 处是让海货摆在上面,而韩飞则乐滋滋,凡是他经手的海货,灵气全部吸干,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烧烤全是没有灵气的。 这不,当韩飞拿出一支红辣椒的时候,冲着众人喊道,各位,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这是红味果,属于灵果一类,你们知道这一只要多少钱吗? 一枚中品珍珠,华,人群一下子沸腾了,一枚中品珍珠才买来的灵果,你用来做小吃。 有人不信道,骗子,如此奢侈的东西,怎可能拿来做吃的,那你得卖多少钱啊? 韩飞道,这一枚灵果我可以做好几十份,不贵。 至于价格,本店保证同锁无期,价格全都写在这板上了。 当韩飞把价格版量出来的时候,众人再度哗然。 有人指责,小娃子,你这不是坑人吗? 小白鱼你卖十枚夏品珍珠一斤,你这是翻了几十倍啊你,就是,这心也太黑了,大海棒你竟然也卖二十枚夏品珍珠,涨价何止百倍。 哪怕再好吃,我都不买,我是天辛苦竟然才能买一只小章鱼,太亏了。 我只尝免费的,尝完我就走,如果不是这天下第一好吃的名头挂在这边,我都不会停下来看。 我倒是要看看,小小娃子有啥本事做出天下第一好吃的东西来。 人群里全是数落的声音,里刚在边上满头是汗。 当初他看见这个价格版的时候,也是耸然一惊,这么贵要是有人吃他死都不信。 然而韩飞又拎出生姜和大蒜喊道,值不值得,这要看大家怎么看。 哪怕一条小白鱼,我加入三种铃果,你说它还是普通的小白鱼吗? 除了三种铃果,我还用上了上好的鱼油以及适当的盐巴,等会儿你们不要赖着不走就行了。 有人吃笑,谁知道这铃果是真的假的。 就是,大家都没见过铃果是什么样,你说这是铃果就是铃果啊。 铃果怎么会只要一枚中品珍珠,韩飞,是与不是,大家可以去南边种植园看看, 本店所有铃果,均保证正品,但是欺骗行为,假一可以使。 或,真的假的,这话都敢说出口,看来不像假的啊。 这小娃子有那么多钱吗? 咦,这不是那个废财韩飞吗? 有人回应,听说堂哥和他是兄弟,给了他不少好处, 现在早就不是废财了,已经变成天才了。 此刻,韩飞已经刷了好几遍的鱼油,围观的众人直抽抽,鱼油不要钱吗? 鱼油很金贵的啊,那可是无数条鱼上才能提炼出一斤鱼油,价格不菲,结果这道韩飞这随便用。 还有鱼油滴在火里,看得众人那叫一个心疼。 有人还偷偷议论,这分明就是个败家子啊。 而一边的李刚,此刻已然将辣椒和大蒜碾成了碎末,以待备用。 当韩飞把蒜蓉抹在烧烤上后,顿时人群纷纷惊呼起来。 卧槽,好香,太香了,这就是铃果的威力吗? 有人震惊,听说铃果就是这般,香气能溢散周边,让人走不动路,看来这铃果是真的啊。 此刻别说这些围观的人了,哪怕韩飞自己都一直吞咽着唾沫。 而当辣椒刷在烧烤上之后,香味再次变浓。 韩飞大喊道,诸位,快了快了,再有几十夕,第一批烧烤就好了,第一批免费,大家不要争抢。 如果好吃,大家可以支持小店生意,今天半假,今天半假,今天半假,重要的事情我说三遍。 两分钟后,韩飞大喝一声,好,刚子,下一批。 只见人头攒动,所有人都盯着韩飞手里的烧烤。 却见韩飞拿着刀鱼匕首将这些烧烤切成了数百份后才喊道,来来来,不要抢,大家尝一下。 我来,我来,你让开,我先来,是我先到的,娃子你先给我,都别挤,我帮你们尝尝,李刚有些傻眼,大家都这么热情的吗? 肯定是为了体验一下灵果而已,谁会真花钱买这么贵的东西吃啊? 有一个青年,他还在最前面,是最先拿到的一批人。 他拿到了一块大海棒,此刻海棒肉色泽金黄,上面还有三种灵果,闻起来极香。 当海棒肉送入嘴里时,他整个人都惊了。 海神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还是海棒肉吗?海棒肉怎么可能会这么好吃? 简直,青年已经傻了,他贫乏的词汇根本无法表达出此时此刻的感受。 不仅仅是这个青年,所有拿到试吃样品的人,都惊呆了,这种味道,鲜美芬芳,那有些火辣的热度和触感,完全掩盖了海棒本身的一丝腥味,留下来满口银香,众人感觉舌头上的味蕾都被打开,舌尖每一处肌肉都在跳跃。 好吃,太好吃了,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海神啊,这是海神才能吃到的美妙滋味吧,竟然在我等凡间出现了,很多人吃完了,口水都掉下来了,看着烧烤架上的新一批烧烤,没人准备要走。 很多本来准备出海垂吊的人,愣是卡住了这个位置,不准被让开了。 而那些本来就在后面没吃到的人此刻点起脚尖左顾右盼,别说这么多人都说好吃了,光是闻着这味他们就受不了了。 韩非看着这些人,都别挤,大家散开点,不要挡住人家走路。 从现在开始不免费了啊,但是全场半价,预购从速啊,我要一斤大黄鱼,我要五斤小白鱼,那小章鱼来一只,我要一只完整的大海棒。 有人看着旁边那人道,你刚才不是说你只吃免费的吗?那人哼哼,做人得奖良知,哪有吃东西不给钱的,我准备支持一下小娃子生意。 人头涌动,所有人都围上来了,李刚傻眼了,刚才不是都说不买的吗?刚才不是还骂骂咧咧的吗?现在怎么了,全变脸了,李刚觉得自己的口水也快掉下来了,闻着味道确实很好吃啊。 眼下这情况,即便价格翻了上百倍,竟然还有人买,这简直太夸张了。 他这辈子都没想过,竟然会有人用20枚下品珍珠去买大海棒,这简直奢侈到了极点。 随着韩非的烧烤,渐渐的,整条街,人群不自觉地往这里走来。 有人刚到集市口,就味道一股诱人的香味。 有人都快出海了,结果味道这股子香味,想要去看一看。 张汉本来在店里嗑着海瓜子,很是悠闲。 当一股香味飘入鼻子的时候,顿时把海瓜子一丢,这特么太好闻了啊。 难道是谁在做什么吃的? 哪怕整个离空港最最高冷的小琴姐,也都皱眉,似乎从集市那边传来了某种不可描述的香味,她都不禁咽了口唾沫。 忽然人群骚动,有人喊道,让开,让开,都挤着干嘛呢? 鱼睡不要搅了,第43张口水都掉下来了。 张汉巴拉开人群,她实在太好奇了,到底是什么能发出如此诱人的香味? 等人群烧散,张汉就看见了那天下第一好吃几个大字,而韩非此刻正站在烧烤摊前刷着鱼油,脸上无比认真, 而之前被韩非料趴下的李刚正在给他打下手。张汉张了张嘴,这话疯有点不对啊,你不去垂吊怎么跑着来开摊了呢? 你过几天不是要垂吊失恋了吗?你现在就开始自我放弃了。 随即,张汉就看见了那触目惊心的价格表,小白鱼,十枚下品珍珠一条,大海棒二十枚下品珍珠一枚。 呲,张汉倒吸了口气,他被以为自己就已经够黑的了,平时坑人家几十海币,最多一两枚下品珍珠,那是尝试。 现在看来,自己简直就是良心商人,看看这,大海棒价格翻了数百倍,这竟然还有人买。 关键是买的人还贼多,有人还在争抢。 小娃子,给我来一只大海棒,娃子,我要十只大虾,小老板,我要两个大海螺。 张汉惊了,简直暴力啊这,韩非早就瞅见张汉了,此刻见他走上前,不由问道,张总管,要点啥不? 今天小贪当开张,全场半价,不可错过啊。 张汉在吸了口气,你这,小白鱼,十枚下品珍珠,韩非,今儿只要五枚,张汉,五枚怎么低,你还嫌少吗? 五枚下品珍珠那可是五百海币,购买好几十条小白鱼了。 韩非倒是大气,直接递了三只大虾给张汉。 张汉懵懂结果,看着那金灿灿的虾肉和上面粉末状的东西诱人至极,一口咬下,顿时就猛了,这天底下为什么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天知道张汉脑子里在想什么,此刻竟然道,你摊位管理废交了吗? 不仅韩非,此刻好多人惊奇地看着张汉,这种时候你竟然还在想这种事情?难道你都不好好感受一下这等美味吗? 韩非笑了笑在自己的价格板上拍了拍,张汉一瞅,大虾一枚下品珍珠一条。 他当即差点就没跳起来,合着我一口吃了一枚下品珍珠。 张汉上前,韩非啊,你卖这个咋这么贵呢? 李刚和张汉一直不对路,此刻嘚瑟道,你知道啥,三种林果当作辅财,你还嫌贵。 你怎么想的,啥,张汉差点就把手里的大虾给丢出去,林果充当香料,韩非这是疯了吗? 不过当张汉看见红辣椒的时候,顿时松了口气,但随即无语道,你说的林果该不会是种植园那个老头那边弄来的吧? 张汉当然知道种植园,他不仅知道,而且还去过,更花钱买过,一枚中品珍珠一枝林果。 好吃倒是好吃,但是完全不顶用啊,吃完了增加的灵气还不如一条大黄鱼呢? 韩非,林果有万千,有些林果可以助于突破,有些林果有助于修炼,而有些林果则是天生的香料,可以给人带来快乐。 张汉黑着脸,快乐你个铁头鱼啊。 韩非,张总管,还要点什么布,张汉不发一言,冷哼了一声,灰溜溜地离开。 脑子里思绪万千,自打韩非被天使收徒之后,韩非也变了,言行都和以前完全不同,难道韩非也被天使顺手给改造了? 如果是这样,那这韩非可真就动不得了。 短短一天功夫,韩非忙得要死要活,经手的海货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就这,各种材料才堪堪用完一半不到,而收入的下品珍珠,加起来的有已经超过了五千枚,相当于五十枚中品珍珠了。 李刚更是乐得和布隆嘴,以前加入虎头帮,完全是为了让小红过上好日子,可即便加入虎头帮,啥时候赚过这么多钱,这是五十枚中品珍珠啊。 普通人不吃不喝数十年都不一定能存在这么多钱。 故然,韩非喊道,刚子,你来接手,我累死了。 李刚一听,竟然还让自己动手,李刚,这,这怎么好意思呢? 韩非黑着脸,你是想累死我吗?赶紧过来接手,说吧,韩非就撒手了,自己坐在旁边休息。 看着身后那一桶桶的小白鱼,大黄鱼,大虾,大海螺,只觉得灵气滚滚而来。 仅就一天时间,他已经吸了近四千点灵气了,加上自己的库存,已然超过了五千点灵气。 关键是,并没有亏本,他不过花了一点钱买了一百金鱼头酒而已,总共才五六个中品珍珠。 李刚之前看了那么多,早就学会了,这事操作起来其实很简单,刷刷鱼油,刷刷辣椒汁,再撒点蒜蓉,不要太简单。 韩非休息了会儿,问道,刚子,你以前手下小弟呢? 李刚一听这话,有点不太好接,毕竟自己的马仔这会儿早就凉透了。 李刚,应该差不多已经变成鱼份了吧? 韩非,韩非,那你还有其他小弟不? 李刚,没了啊,尊理的混混本就不多,其他混混我管不了的,都是帮你的。 韩非,你家小红哥家干嘛呢? 李刚顿时脸色微变,少爷,小红是我的命啊。 小红,韩非,呸,你想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叫小红过来给咱天下第一好吃烧烤摊帮忙,我分你一成利润。 李刚顿时一愣,少,少爷,真的,这完全出乎李刚的预料,这次被虎头帮废掉之后,他早起了隐退的心了,一个不小心,命就没了。 可他本就没想到韩非会帮自己,不仅治好了自己的伤,竟然还要把烧烤摊分给自己一成利润。 李刚又问了一遍,少爷,真,真搭。 韩非,我能骗你不成,你家少爷我现在看不上这点小钱。 李刚顿时喜形于色,你看不上我看得上啊。 哪怕一成利润,按今天这销量来看的话,那都有五枚中品珍珠了,这还是半价的情况,那要是不打折岂不是翻倍。 这可比自己在虎头帮转得多多了啊。 韩非不时递递一条鱼或一串虾给李刚,每次已经塌手,这鱼基本就凉了,灵气被吸干,韩非乐此不疲。 晚上,临近收摊,王杰和和明堂来了,王杰看见韩非在果然在这,顿时眼中冒出怒火,韩非,你这是干嘛呢? 现在就把自己当成下等渔民了吗?如今临近垂钓失恋,你不抓紧时间修炼,竟然在这摆摊。 李刚顿时美好气道,王杰吊失,话不能这么说,我家少爷那可是有大本事的人,区区垂吊失恋那都不是个事。 你给我闭嘴,王杰黑着脸,韩非,你自己说。 韩非一本正经道,老师,我被修行者根基薄弱,此时正是打下根基之时,只有足够多的钱财方能供修炼之需。 王杰,说人话。 韩非,我感觉要突破了,需要赚点钱买点辅助林业。 王杰,呵,你摆摊能挣几个钱?当听说我学生竟然现在就开始摆摊了,我还不信,不想你竟真在这。 韩非,老师,很挣钱的啊,我都挣了五十枚中品珍珠了。 王杰,闭嘴,五十枚中品珍珠很了不起吗? 不是你等会儿,你说多少枚中品珍珠? 韩非,五十枚啊,何明堂,韩非,你当中品珍珠是大黄鱼吗? 还五十枚,哗啦,却见李刚把那一盒子下品珍珠往外一丢,还拨弄了一下,都说我家少爷很厉害了,这盒子都快装不下了。 王杰,和明堂,王杰和和明堂这时候才注意到韩非的烧烤标价。 呲,两人聚事到吸一口冷气,王杰,这,这么贵,有人买。 韩非立马对李刚道,刚子,等会收摊,给王老师和和老师烤点大虾,大海棒带回去。 李刚,给钱不,韩非无语,咋这么没有眼力见识呢?我老师我能要钱吗? 片刻后,韩非看见王杰和和明堂的口水似乎快要掉下来了,那浓郁的香味,着实把俩人都给震住了。 当王杰了解到韩非烤个海棒竟然加了三种菱果后,整个人都无语了,你是土豪啊你。 可是当一口大虾入口后,王杰闭嘴了,和明堂,韩非,你,多弄几个大虾,我给和小鱼带点。 每样给我也来点,突然,一个清脆的女生响起,第44章戏水得长流,这声音来得突然,几人回头一看,竟是离空港登记原小琴姐。 小琴姐原名叫江琴,已经在离空港工作三年了,她每一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工作岗位,晚上大家都休息了,她才离开。 没人知道江琴的来历,但也没人去关注,毕竟大家眼里那就是一个公务员岗位而已。 当然,这一切韩非并不知道,韩非只知道这姑娘给自己的印象很好,性格虽有点冷淡,但每次出海时却总会关照自己两句。 韩非,或,小琴姐来了,你稍等,刚子,夹菜,王杰看见韩非的收益,发现自己好像教训不了这小子了,于是把韩非拉到了一边,你怎么和李刚混在一起了? 这种小混混不值得交往,韩非,老师,刚子已经被虎头帮撵出来了,都在街头要饭了,那我能不管吗? 于是我就收了他,韩非说的义正言辞,王杰听着却不是这么回事,自己怎么听到不一样的版本? 李刚被撵出虎头帮那还不都是因为你? 末了,王杰意味深长道,虽然修炼需要资源,但是你不可过分依赖,距离垂掉失恋只剩下七天了,你 好自为之吧,王杰和和民堂走了,李刚正在给江秦打包 江秦吃了一口大虾,顿时眼睛一亮,几口把一只大虾给咽下了肚子 他转头深深地看了眼韩非,跟我走走 韩非一愣,随即对李刚道,刚子,你自己收摊,这一口带你下品珍珠你带走,把明天的材料备好,顺便换成中品珍珠 李刚,啊,我处理啊,韩非,废话,那一口带珍珠,拎着多麻烦啊 李刚傻眼了,什么叫拎着麻烦,这都是钱啊,你还嫌钱拎着麻烦 江秦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等走出了即使他才到,海里没有小鱼朝对不对 韩非那哪能承认,不能够啊,我可被小鱼朝攻击了两次,连掉粥都残破了 结果江秦根本不接这话,所以你应该赔掉粥的钱 韩非,江秦,算了,每个人都有秘密,你自己藏好就好了 倒是你竟然能从种植园弄来那些菱果,怎么做到的 韩非,嗨,给老头弄点酒喝喝他就被我了啊 江秦淡淡的嗡了一声,也不知道信了没,韩非姑且当他信了 不过江秦话题一转,看了韩非一眼,听说你四年修炼无果 可最近修炼倒是挺快,已经要突破六级巅峰了,你是几级灵脉 韩非心中一惊,这姑娘怕不是寻常人,她感觉自己仿佛被看透了似的 韩非,二级下品,江秦一愣,微微皱眉道 小孩子说谎并不是什么好事,哪怕藏桌那也要看跟谁藏 韩非,小秦姐,我真二级下品啊 其实,之前在学校测试的时候是一级上品 后来有了点机缘,这才变成二品的 这一点韩非不准被隐瞒,毕竟当初在全校人面前测试的结果就是一级上品 可万一要是这姑娘让自己再测一遍,那倒是不太好解释了 嗯,江秦猛一转头,可成长的灵脉 韩非连忙道,我吃了一枚灵果,我兄弟留给我的 也不知道江秦信了没,俩人走了大概只有十分钟后 江秦就到,好好准备垂吊试炼,名次越靠前,越好 如果你想继续从种植园拿到灵果的话 韩非,唉,说完这句话江秦就自顾自走了 韩非一脸莫名其妙,话说得不明不白的,几个意思 韩非回到家天色已晚,查看了一下灵气质,已燃七千多点 不过他没准备立刻就突破,这时倒是不急了 反而他想多攒点灵气质,说不定到时候自己可以一次性升级了灵脉 那可是需要一万点灵气质的,说不定自己马上就能变成三级灵脉了 第二天,天下第一好吃烧烤摊,韩非终于看见了李刚时时刻刻惦记在心里的小红 李刚,小红,这是少爷,少爷可不是寻常人物 韩非表现地道是挺有涵养的,微微点了点头,虽然这明显和他十二岁的年纪不相符 不过按理韩非却是嘴角直抽抽,我还特么以为小红有多好看呢 这李刚时时刻刻怕小红跑了,跑你妹啊 你以为谁特么都跟你一样,喜欢找个和自己一样胖的女人 李刚至少得有178了,这小红可一点都不耸她 甚至韩非感觉李刚还不一定打得过人家,看来这货也就在外面嚣张点,在家里肯定也是个气管言 自打把烧烤的任务交给李刚和小红以后,韩非就没事干了 她搬了个小凳子坐在烧烤摊后面专门给李刚递海货,凡是惊她手的,到李刚手里全死了 今天烧烤摊的营业额比昨天少了一半,毕竟昨天半价大家还可以承受一下 今天突然恢复原价了,普通渔夫确实不太吃得起 不过好在有不少慕名而来的人,每来一个,李刚就跟人家解释一遍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韩非身上的灵气直扫已破万 但她一点都不慌,稳如老狗,先传着,要用灵气的时候多呢 李刚,少爷,咱的灵果不够了啊,估计明天再有半天就要用完了 韩非,嗯,刚子,你每样都烤一个打包,我去弄点灵果回来 这步,旁边有摊贩一听韩非要去弄灵果,顿时就凑了上来 娃子,这灵果好弄不,能不能帮叔爷弄点啊 韩非憨厚笑道,叔,一枚中品珍珠一个哦 您别看我天下第一好吃烧烤摊生意很好,其实赚得真不多 这步,没有一百种品珍珠我都不敢去种植园进货 呲,这摊贩一听一百种品珍珠,还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算了算了,掏不起掏不起 这特么谁掏得起,一百种品珍珠相当于一枚上品珍珠了啊 整个天水村谁能有几枚上品珍珠,如韩非这么豪的,全村找不出一个来 打发了小贩,韩非拎着二十斤烈酒和一包烧烤去了种植园 到种植园一看,韩非也是傻眼,就看见老头面前摆着一串串刚从地里包出来的花生 就这小酒 韩非无语,这么经典的吃法这老头竟然无师自通了 花生配酒,越喝越有,看到韩非自己都想来两口 以前他可没少这么干,以前出海,那一次不背着大量的花生 嗯,狡娃子,什么味道,竟能散发如此香味 韩非笑呵呵的拎着烧烤和酒走来道 老爷子,都说了,我不从您这里白拿东西,这叫烧烤,您整两口试试 老头一看,咦,普通的小白鱼,大海棒,随即,老头变色,你竟用这些灵果配这等粗糙之物 不过这味道闻起来倒是一场好闻,不知道吃起来如何 一口大海棒下去,老头顿时脸色骤变,那表情,丰富,看得韩非嘟乐了 这,这是白苍果,老头满脸的不可置信,白苍果那么难吃的东西,此刻竟然变成了绝世美食 韩非指着蒜蓉道,碾碎了烤熟了,很不错,怎样 味道还成,老头一连吃了半只海棒,这才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韩非 娃子,这是你做的,韩非,这世上没有无用的东西,只是世人不会用而已 老头,老头灌了一口烈酒,嘴里呼啦呼啦的,看韩非的眼神已然变了 老头,娃子,你说你想帮我打理原子 韩非,成不,老头,成,不过这酒这个什么,韩非,烧烤 老对,对,酒和烧烤你得功着 韩非咧嘴道,得了,那我垂掉失恋后过来给你打理原子 不过前天从您这拿的铃果道是用光了,老头无所谓的摆手道 拿拿拿,额,每次不能超过一百斤,汽水得长流 韩非刚走,一个女人出现在屋外,你就这么答应了,吃货爷爷 老头,这小子不错,女人,呵呵,若韩非在这,一定会惊讶 这不是江琴吗?第45章炼化天地 李刚,少爷,明天就要垂掉失恋了,您真的不用去修炼的吗? 韩非正在录一只小白鱼,听见这话点了点头,也对,是时候该去修炼一下了 李刚,韩非原本岌岌无名,可自打开挂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 也正是因为他变成了公众人物,所以原本对他有想法的人,也暂时没了想法 山洞里,韩非再次开始修炼108道脆体残片 即便韩非目前素体素质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善 但是36个姿势一过,依旧是大汉淋漓 第一遍108个姿势全部做完,宛如被蒸熟的大虾 对韩非来说,突破七级于夫是没有瓶颈的,只需要足够多的灵气 而不晋级的话再修炼108道脆体残片也不会增加灵气上线了 那就晋级吧 此时韩非瞅了眼自己的数据 主人,韩非,等级,六级,渔夫中品,灵气,48201249 灵脉,二级下品可升级,武器,紫竹棍,主修功法,虚空垂掉树第一天公稳树繁极神品 看见这个数据,韩非笑得都快合不拢嘴了 如果不是天下第一好吃烧烤摊价格实在太贵 普通人很难才能消费得起一次 此刻灵气储备只怕会更多 韩非盘坐,深吸了口气 给我破,只见刹那间 韩非身上冒出清光 大量的灵气似乎凭空出现 在他体表流转 只是这一次葫芦并没有进行吞食 许是葫芦看不上这些普通灵气一般 韩非感觉筋骨在颤动 身体有些膨胀 但肌肉中仿佛充满了力量 大量的灵气在体内冲刷 卡,韩非直接进入七级高品渔夫行列 然而他并没有停 别人七级的时候都需要在吸纳灵气开始运养几身 但是韩非根本不缺灵气啊 储存的灵气依旧在往外冒 时刻在冲刷着韩非的筋骨 血肉,五脏 直至筋脉开始膨胀 发热在到难以忍受的时候 韩非这才堪堪停止了这一次的修炼 哭,睁眼,起身 只听哥哥声响从体内发出 骨骼颤动 韩非觉得此刻的状态无欲伦比的好 如果说六级巅峰的时候 他可以一棒子敲死李刚 那么现在只需要随手一棒子就行 主人,韩非 等级,七级,渔夫上品 灵气,36,08,279 灵脉,二级下品可升级 武器,紫竹棍,主修功法 虚空锤吊数第一天弓稳数繁极神品 看着灵气储量消耗了一万两千多点 韩非不禁则舌 别人突破一下需要这么多灵气吗 如果需要的话 别人的灵气储备只怕两百点都不到 消耗一万两千点灵气 那还不得把人吸成人干 只是韩非根本也没想过 每一个等级停留的时间里 日夜修炼才能把身体从初晋级堆积到巅峰 而他是突破了 直接就巅峰了 准备迎接下一个关口 这能一样 此时尚在深夜 韩非琢磨着是否有必要把灵脉给升级一下 毕竟只需要一万点灵气 但琢磨了一会儿后还是放弃了 现在自己已经够高调的了 这才刚刚和江琴吹过自己灵脉从一级上品变成了二级下品 这要是又从二级下品变成三品 会不会引来麻烦 这是个问题 不过那连腰天地倒是终于可以看看是什么玩意了 韩非张开手掌 心念一动 葫芦出现在掌心 区区五千点灵气 现在对小爷我那都不是个事 开 恶然间 韩非只觉得天旋地转 眼前一黑 等再次亮起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方圆三个平方的圆形空间里 脚下 是一片泥土 还有些潮湿 此中 是无尽的黑暗 纯粹的黑 什么都看不见那种 韩非惊呆了 什么鬼 这是哪儿 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去戳了戳那黑色的边界 奈何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阻挡了他的去路 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墙 脑中 物质闪过一种猜想 炼妖天地 难道这是葫芦里面 韩非想到了西游记里葫芦 能把孙悟空都给吸进去 自己这葫芦莫不是也有这功能 这岂不是相当于传说中的空间介质了 不行 回头得着礼刚试试 看不能把他给弄进来 咦 要是把他化成养分了咋办 还是先吸大黄鱼看看 不过这空间也太小了吧 就不能霸点儿 韩非刚产生这个念头 就看见有一道灵气涌入 然后就看见周围的黑暗往后退了一点 面积似乎有了四个平方 或 灵气竟然可以扩充这里的土地 算了 先不扩招 万一这玩意很耗费灵气咋办 可是怎么出去 韩非尝试着用念头去想 果然下一秒出现在了原地 韩非看了一下数据 灵气值已然变成了308点 也就是说刚刚一共花去了6000点灵气 除了5000打开了炼化天地 还有1000点应该是备用来扩充土地了 他尝试了一下把物品带进去 果然如他所料 信念一动 真就给带进去了 如此反复几次 他把所有能往炼化天地里塞的东西全塞了进去 可是当他塞到大海棒的时候 发现带着大海棒进去竟然有些灰色的阻力 难道因为海棒是活物 可终究还是带进来了啊 韩非不知道炼化天地的极限在哪 他自然也不敢真的找个人把他拉进来试试 那样恐怕只会暴露自己 不过既然能带活物 这已经说明了问题 就这么一兜一转 韩非一直研究到天色微亮这才罢手 而今天 则是锤吊试炼 数以万计的学生将在今天参与锤吊 韩非信心满满 也至少已经是七级余夫了 如果不是怕别人误会太过妖孽 想生巴吉娜都不是个事 学校 所有人都早早到了 有些人在说笑 有些人紧张万分 但韩非知道大家都是紧张的 说笑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罢了 何小鱼看见韩非 就冲他几枚弄眼 韩非看见何小鱼的第一眼就感觉有点不一样 错愕道 你突破了 何小鱼压抑道 这你都发现了 韩非 我看你眉飞色舞的 精神器都不错 想来是突破了 何小鱼兴奋道 哈哈 我被我爹关在家里的第二天就突破了 这几天一直在巩固修为呢 这次试炼 我可是要冲击前百强的 韩非 那你好好努力 何小鱼 你呢 我爹说你最近在开什么天下第一好吃烧烤摊 确实好吃 回头能不能给我便宜点啊 韩非看何小鱼口水都快要掉下来了 就知道这丫头肯定早就惦记着了 韩非 当然 你想要多便宜都成 何小鱼 十个海币一只大海棒行不行 韩非惊了 黑着脸看着何小鱼 你去大街上用十海币买一个大海棒试试 说不定还不够 何小鱼 你自己说怎么便宜都成的 韩非想想还是算了 毕竟自己在这里除了堂哥 好像就只剩下何小鱼这么一个朋友了 于是懒懒的摆手道 罢了 别使海币了 你要吃的话免费去拿吧 能吃多少吃多少 不要浪费就成了 真的 何小鱼顿时开心的跳了起来 自打那天他爹给他把烧烤带回去了之后 他满脑子都是烧烤 觉得这是世间最美妙的滋味 哪怕海红果都不一定有烧烤好吃 全体注意就在这时校长对着整个操作大吼了一声 各位同学锤吊试炼意味着什么 你们应该知道 但不要有压力 你们只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 记住命才是最重要的 出发 第二卷悬空岛 第46章试炼开始 这一日天水村悬空岛万周同初 遮天闭日不仅仅是学生 无数家长乘坐吊周前来相送 有人泪眼婆娑 垂吊试炼是一场生死考验 为了争夺名次 所有的学生不管实力如何都会卯足了尽的干 可越是如此 就越危险 哪怕天水村四大学校所有老师全部出动 哪怕监察队全部出动 哪怕离空港执法者全部出动 都无法避免伤亡 历史上最好的记录是一成死 三成伤 六成活 这是生还率最高的一次 海面上 黑压压的吊周汇聚 天水村所有12岁的孩子全部在这了 村长驾驶吊周福空喊道 本次考核规则如以往一样 采用积分制 按照大家垂吊海获的等级进行积分 前一千名均有可能获得天赋起零资格 但大家也务必记住 量力而行 千万不要逞强 所有人听的都很认真 没有人不耐烦 在考核圈外 无数家长在私后 儿子 保命要紧 听村长的 千万不要逞强 有人大叫 闺女 失恋通不过也没关系 还有机会可以自然觉醒 有人大叫 孩子们 遇到争抢时 不可立敌时就放弃 有人嘶吼 一定要小心其他吊周 韩非四处在找堂哥 奈何吊周实在太多了 这哪里去找 倒是何小鱼就在不远处 此刻正被自己打气呢 村长 全体注意 垂吊时间六个时辰 凡是被巡查人员救下来的 不论是因何原因 都默认自动结束试炼 考核 鱼伴助箱后开始 海风不大 出洋把海面照射的金黄 蔚蓝的天际出现了数个黑点 等近了点 众人方才看见 数搜吊舟迎面而来 有人惊呼 或 那是虎头帮的专有吊舟 离虎此段时间一直未曾出现 据说是冲击巴吉鱼夫去了 也不知道成功与否 有人指着另一边 快看那边 是王家的吊舟 王家本年只有王白于一人 需要参加试炼 据说那可是冰甲师的苗子 很多人不知道冰甲师是啥 君是一脸猛逼 但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看那边 是西部学校的最强天骄 本年度天水村唯一一个 四级夏品灵脉的夏无双 那边是北校区的向南 前天听说已然冲击巴吉鱼夫成功 含飞无语 几个意思 我们就得在学校集合 然后跟着大部队一起来 就允许这些个人这么晚来 非要过来装个逼 可这个念头想想完 所有的目光全都看向了东方 天际之上 仿佛有人引踏空而来 那两人仿佛从大日中走出 被出阳照射的金光灿灿 不用说 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个妖孽来了 来人不是别人 自然是被方泽带走多日的堂哥 没有人会说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 七级灵脉 那是公不公平就可以决定的吗 本次垂吊失恋的第一名 其实大家早就默认了堂哥 除了他 谁还有资格获得这第一名 方泽还是一副神情淡漠的样子 只见他手一挥 一艘白色的豪华吊舟出现在海面上 和眼前这万千吊舟产生鲜明的对比 方泽 垂吊失恋无需放在心上 不论如何这第一名已然非你莫属 倒是这次天赋起零后 你就该和这个小地方告别了 堂哥在人群中寻找了一下 看见韩非正在挥手 顿时咧嘴一笑 挥手回应 方泽眼睛微眯 他一眼就看穿了韩非的实力 七级渔夫 在小地方或许还算可以 但是在城里那是完全不够看的 城中这么大的孩子 基本都是吊失起步 而韩非之前并没脱颖而出 想来林麦天赋并不如何 不过既然这是堂哥的兄弟 回头给他结个善缘好了 此刻村长恭敬地来到方泽面前 天使大人 您看何时开始 方泽 不是定好时间了吗 就按这时间来吧 完了方泽扫失了一眼 淡淡道 本次失恋前三名者 本座可许下一本巨灵术 诸位 努力 滑 海面炸锅了 虽然很多人不知道巨灵术是什么东西 但这是天使许下来的奖励啊 连听都没听过 一定是超乎自己想象的好东西 而方泽此话一出口 不少人目露金光 王白鱼神色激动 王家主公兵甲师 以兵甲师立足 若能得巨灵术 说不定以后自己可以兵甲师和巨灵师双修 届时 哪怕是在阵里都是数得上的人物 李虎目露金光 胸中激荡 骨头帮之所以被王家压下一筹 无非就是没有一位五大职业的强者撑腰 若是能得到巨灵术 自己或许可以成为巨灵师 到时候和巨王家 韩非倒是没啥感觉 不过他想到了那天在集市看见的王家兵甲师 着实厉害 不过再厉害又如何 自己的底牌要比这强得多 更何况 这巨灵术 自己倒也可以一争 尊长恶德和布隆嘴 如果村里能出个巨灵师 那也不错 或许能带领天水村走向更强 村长面色红润地高呼 全体注意 考核开始 随着村长一声高呼 万艘吊州立马散开 各自选择垂吊地点而去 也有人迫不及待 争分夺秒 竟连吊州都没挪移就开始下钩 因为是失恋 所以这时候不存在八人共一吊州的情况 全都是一人一吊州 能获得多少积分 完全看本事 韩非倒是不急 而是开着吊州往堂哥而去 同样 堂哥也是如此 堂哥大笑 韩非 你又突破了 韩非也咧嘴一笑 对 我现在进步神速 区区垂吊试炼 完全不是问题 堂哥 那就好 那就好 我给你留的东西 韩非脸色一正 那本玄体数 你千万别练 我能感觉到里面有很大的缺陷 堂哥一愣 嗯 韩非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反正别练 堂哥 我没练 倒是你 韩非 放心 我也没练 回头垂吊试炼之后 你我见一面 我有事情和你说 堂哥 好 那现在我们赶紧选择地方开始垂吊吧 正当这时 方则出现 淡淡的看了眼韩非 然后对堂哥道 莫要一起 你若跟他一起 以你现在的实力和垂吊时的动静 他可能一条鱼都掉不到 堂哥尴尬的看向韩非 韩非 你自己去吧 你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好好努力 方则一愣 本以为韩非会要求着堂哥帮助他 没想到他进什么都没要求 星辰大海 这个词汇倒是不错 堂哥 可是你 韩非爽朗一笑 放心 莫要被我赶上 我的征途是无尽海域 不比你差 说完 韩非操控着调舟离去 很是干脆 方则微微摇头 这孩子倒是够狂 还无尽海域 你知道无尽海域是什么地方吗 罢了 不知者无畏 不过以这孩子的心智 以后倒是有希望成为大吊师 韩非没有着急锤吊 他知道 在这片海域有太多太多的资源了 不论在哪里其实都能钓到鱼 只是他不想和别人离得太近 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看见他妖念般的锤吊实力 韩非一直开到了500里开外 只有在远方千米之外才有寥寥几艘钓舟 这才停下 不急不慢地掏出鱼杆 穿上绿影虫 因为这次锤吊是按照普通鱼场鱼类的等级来的 所以韩非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5积分以下的鱼类 比如小白鱼只有1点积分 大黄鱼只有3点积分 青甲鱼5点积分 刀鱼7点积分 触手瞎8点积分 舌带9点积分 而其中有几项特别 一只大肉龟的积分高达20分 极为少见的西陵水母是30积分 还有一些铁头鱼幼崽等是12点积分 除了这些普通鱼类之外 据说这片海域被钓失联入了一些 一级鱼场攻击力不高的吞鱼鱼和珍珠鱼 都是15点积分 但估计着能钓到此类鱼种的人很少 只有为了增加试炼难度而已 韩非嘴角微翘起 钓钩直接入海5米深度 要抢前三名 那就从深一点的水域开始钓吧 第47章作弊 5米之下 那是刀鱼和青甲鱼的领域 如果再深点 舌带倒也能钓 但是舌带生性喜欢温热 对于隐虫这种浮游倒是没多大兴趣 可钓性比较低 这一次韩非没有怕浪费灵气 此灵气通过鱼竿船导致鱼线乃至鱼钩 鱼钩落点中围的反应聚在自己掌控之中 忽然 韩非神色移动 鱼竿猛的往后一抖 然后猛烈收杆 这是一条刀鱼 同时 手中紫竹棍赫然在手 在刀鱼破碎而出的那一刻 随之而来的是一道寒光 只见韩非一手直竿 左手紫竹棍随意一挥 丁 劣质的起刀插在了船舱盖上 而韩非则一棍砸下 刀鱼脑袋别了一块 他随手一脚就被踢进了鱼舱 七个积分到手 短短一个时辰 韩非看见了四次巡查史 每次巡查史来的时候 韩非都表现得很努力的样子 巡查史一走 便恢复了轻松 这一个时辰 韩非钓了13条刀鱼 8条青甲鱼 合计131分 就在一个时辰刚过的时候 天空中传来声音 村长高呼道 本次锤吊失恋 目前第一名几分241分 第十名积分142分 诸位再接再厉 韩非顿时就惊呆了 村长你特么不是骗我的吧 我这速度已经很快了啊 就这才131分 那些人都是禽兽吗 分数这么高 连第十名都比自己分数高 此刻 远在其他地方 王白鱼嘴里低喝 冰甲 穷勾术 只见王白鱼身边的一个 瑕疵里赫然冒出一根长钩 长钩入水 一条刀鱼赫然出水 伴随着刀鱼的刀光闪现 王白鱼看都没看 却见他低喝一声冰盾 那是一个由龟壳打造的盾牌 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王白鱼身前 劣质的骑刀刚落在盾牌上 立刻就被崩飞 另一边 李虎黑着脸 是水已经获得了242分 堂哥吗 不知道王白鱼多少分了 应该接近200了吧 李虎冷冷一笑 嘴里喝道 虎牙 沙 只看见海中 一只足有三米长 脑袋猙獰的大鱼破水而出 一只铁头鱼又载被大鱼吐到船上 这是李虎隐藏至今的秘密 所有人都知道他爹里绝有一只虎头鱼 而没人知道 他也有 堂哥那边 这些日子跟随方则见过了世面 甚至连三级鱼场都没有放过 无数一种鱼类 各种攻击方式他都看了一遍 方则教给他的是最实用的锤钓技巧 还有隐鱼技巧 此刻堂哥手上玄奥 似乎有一种神艺术法在施展 随着堂哥的动作 一道灵气柱就落在海面上 随即就有鱼冒出 而堂哥只需随意移钓 就能把鱼给钓上来 如果此刻王白鱼或者李虎 或是其他老师在这边 一定会惊恶 这不是锯灵术吗 可这堂哥已经学会了锯灵术 拥有这等术法在普通鱼场锤钓 简直就跟玩过家家似的 除了这些天交之外 其他人可就没那么顺利了 甚至可以说血腥 南校某学生 如今才40分 按理说这个成绩其实也算不错 但他太过急切了 一下子把鱼钩放到了6米之下 随之而来是一把刀 一把大刀 奇快无比 甚至都不给巡查时反应的时间 这位学生便被一刀销售 北校有6个学生相距不远 几人也是聪明 买了大量绿蝇蝗往海里人 想要造窝 结果引来了三只触手虾 6个学生只跑掉三个 其他三人均被拖入海中 东校 一个以前还数落过韩飞的少女 运气极差 竟然钓了一条鱼鱼 就连老师们也没想到 鱼鱼会被钓上来 结果就是108飞针漫天飞舞 这姑娘直接就被射了个通透 这样的事情 还在很多地方上演 寻查老师根本来不及反应 毕竟大家不是集中在一起锤钓 至于伤残率 那就更高了 想要积分 很多学生都会选择刀鱼 可真的所有学生都能躲过那把刀吗 至少有一半的人是躲不过的 因为刀太快了 即便手中有武器 伤残率也至少有三成 又一个时辰过去 韩飞效率比之前更快 之前一个绿影虫 掉了131分 这一次 他还捶死了一只触手虾 刀鱼掉了17条 轻甲鱼6条 总分合计已然有289分了 韩飞吐了口唾沫 现在能进前十了吧 这要是灵气不够 哪能掉这么多 只怕七级以下的渔夫 此刻要么服用补灵丹 要么就已经开始修炼或吃东西等待恢复了 天空中再次传来村长的喊声 本次锤掉失恋目前第一名积分482分 第十名积分298分 诸位再接再厉 韩飞惊呆了 有没有搞错 这些人真的是学生吗 按理说他们的灵气早就不够了啊 韩飞没想过能排在前几名的人都是村里的天子骄子 谁没有补灵丹 当然光靠补灵丹是不够的 只是人家各有各的技巧 可小鱼此刻就一点都不慌 他的积分已经到了212分 来时他爹给了他三颗补灵丹 本想着何小鱼的天赋能进入前百就已经很好了 可何明堂不知道之前韩飞为了偷灵气爆的心得 也给了何小鱼三枚补灵丹 韩飞黑着脸 好好好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非要跟我抢具灵术对不对 非要跟我抢天赋起灵的位置对不对 来来来 太爷爷我稀 韩飞心一狠 体内运转虚空垂掉树 只一瞬间 韩飞手上就燃烧了起来 好在他反应贼快 早就准备了一个桶在旁边 立刻就把手给伸了进去 如果方泽一直在关注这里的话 一定会瞪爆他的眼睛 这时尚竟有人敢在大日下强引灵气入体 难道他不怕瞬间爆炸吗 下一刻 此地灵气微微暴动 韩飞看见有鱼群冒头 水中好几把刀游来 韩飞立刻落沟 果然在落沟的瞬间 就有一条鱼上钩 可惜不是刀鱼 而是一只青甲鱼 不过韩飞也不嫌弃 立刻收感 根本不管那横飞而来的乱石 一棍把青甲鱼给浇晕了 可就在韩飞这里灵气暴动的时候 方泽皱着眉头 疑 为何刚才感觉到了一丝太阳惊气 难道是错觉 有两个离得近的巡查使 也感受到了这边的异样 连忙赶来 然后那两巡查使惊呆了 他们到的时候 正看见韩飞跳起来 一棍把一只触手下的脑袋给砸歪了 随即 韩飞落沟不到两秒 一到寒光出水 结果他随意的挥棍 就给挡了回去 而那俩巡查使看见了韩飞的船顶上 甲板上 船身处 插着的刀竟然多达三十把 呲 其中一个巡查使上船 瞅了一眼道 东校学生 一 全是刀鱼 少量金甲鱼 竟然还有两只触手下 另一个巡查使之前来统计过分数 此刻看着韩飞船上的刀又多了 不禁摇头 拉着那巡查使道 走吧 他叫韩飞 堂哥的兄弟 另一人了然 果然天才和天才才能称兄道弟 这实力 凶猛的很呐 韩飞也没管那两个老师 稍微暂停了一下 似乎插着满船的刀 确实影响不太好 会不会过分暴露实力 算了 我还是把刀收起来吧 在远处 李虎一愣 愣愣的看着大脑带虎头鱼道 嗯 那边有鱼群出没 虎头鱼竟然通人性的一压了一声 李虎 有人在那边 有人又如何 走 抢了他 另一边王白鱼手里竟然有一根鱼叉 正当他准备射出去的时候 忽然心头一动 刚才他的兵甲动了一下 他不禁看向远处 那边有东西 有什么 第48章竟然被抢劫了 所以说考试作弊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韩飞此刻乐滋滋 短短半刻钟 他收了十条刀鱼 这分数 不低了吧 哪怕是堂哥那个近500的高分 也没比他多多少 可惜刚才只是仓促试验了一下 暴动的鱼群现在少了不少 估计再过片刻就得重新作弊一次了 正当韩飞准备落钩的时候 却看见几百米外 一艘吊舟正快速开来 咦 谁来了 这会不好好钓鱼 往我这跑干嘛 这要是有人来了 自己岂不是不可以作弊了 韩飞黑着脸 停下手里的动作 看着那艘船 耿船进了 韩飞看见站在船头的少年 琢磨着 这不是虎头帮骂小少爷吗 怎么着 难道要跟我套关系 也是 他爹还以为自己真冒犯了堂哥呢 不过来送点积分给我也不错 等李虎的船靠了过来 韩飞道也没有阻止 反而笑着叨叨 罢了 那是我也不怪你们了 你随便给我个一两百积分就行了 多了不用 否则太貌肩不好 李虎 李虎看了看船下 果然有刀鱼游过 再瞅了眼韩飞那没有关上的鱼舱 里面似乎有不少刀鱼 顿时瞇了瞇眼 李虎 给你一次机会 主动把鱼舱里的鱼献给我 我可以给予你追随我的机会 哈 韩飞 不是你等一下 你是说让我把鱼献给你 李虎 不错 韩飞 你还说我把鱼献给你之后 我才有追随你的机会 李虎不耐烦道 对 韩飞无语 这家伙疯了吗 他爹都没对自己动手 他要抢劫自己 韩飞 那个谁 你小时候脑袋是不是被铁头鱼撞过 李虎先是茫然了一下 然后似乎反应过来 冷声道 你好大的胆子 韩飞无语 一脸不耐道 滚滚滚 我数到三米再不滚 我打抱你的鱼脑袋哦 李虎怒露凶光 这人竟然敢拒绝自己 顿时让他凶性大起 李虎寒声道 你知道为什么每次锤掉失恋死伤率会高达四成甚至五成吗 韩飞 我管他四成还是五成 你滚不滚 李虎怒斥 你找死 说完 李虎手里掏出两把刀来 照着韩飞就砍了过来 韩飞如此态度 如此语气 他甚至都讲不下去了 今天一定要弄死他 韩飞挥舞紫竹棍挡住 他完全没想到李虎竟然还敢动手 这家伙疯了吗 他很想说一句 你家虎头帮不想要吗 然而 刀已经披来 而且力道沉重 韩飞错愕 这不是七级强者应有的力量 这家伙八级渔夫 可八级又如何 照样打抱你鱼头 是你自找的 韩飞身上瞬间灵气涌动 紫竹棍凶猛踢下 重锤在那两把刀上 李虎似乎没预料到韩飞会这么强 仅仅是一棍 他竟然感觉双臂发麻 户口都已经裂开 韩飞敲了一棍 嘴里骂骂咧咧 是谁给你的勇气拿两把刀 别人都用棍 就你用刀 显得你能耐是不是 说话间紫竹棍横扫 李虎心中一寒 赶紧往后一跳 然而让他错愕的是 在棍尾扫过来的时候 竟然伴随着一道寒光 他第一个念头是棍子怎么回发出刀光 可下一刻他腹部的衣服竟瞬间被撕碎 露出了里面的鱼骨护甲来 咦 里面还套着衣服 怪不得刚才看着怪别扭的 你有衣服穿了不起啊 打抱你鱼脑袋 李虎 你很好 你惹怒我了 虎头 两位在此切磋 也不喊上王某一起 正当韩飞准备再次动手的时候 百米外响起一个声响 韩飞和李虎回头看去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王家的三少爷王白鱼 王白鱼也是挺惊讶的 他远远看见有人在打斗 近了后才发现是李虎 让他吃惊的不是李虎 而是韩飞 王白鱼没想到韩飞竟然能和李虎打得旗鼓相当 这家伙很不同啊 李虎冷着脸 收起双刀就跳到了自己的吊舟上 迅速离开 李虎站在船头 小子 不管你是谁 向海神祈祷吧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韩飞 煞比 你再赶来我送你去见海神 王白鱼愕然 心说这人说话好生凶悍 在天水村赶和李虎硬顶的人 自己以前怎不知道 王白鱼 韩飞 真巧 你怎么和李虎对上了 韩飞还欠着王白鱼一个人情了 总监道 那个白痴跑到我这里说让我把鱼献给他 你说他傻不傻 王白鱼 王白鱼 你不知道 韩飞 我知道啥 王白鱼 死伤率啊 你以为为什么垂吊失恋的死伤率那么高 韩飞 不是垂吊的时候遇险了吗 王白鱼无语的看着韩飞 怎么可能即便垂吊遇到了危险 那也是少数死伤率和至于四五成 真正的失恋在最后两个时辰才会开始 韩飞讶 嗯 怎么说 王白鱼笑道 其实垂吊造成的死伤率有时候还不足以成 更多的是失恋者彼此之间的厮杀和争斗 韩飞 啊 失恋者之间还可以厮杀 王白鱼 按理说是不可以 但是在垂吊失恋这一天 就可以 结三四个时辰 大家都会安心锤掉 谁也不会去找谁的麻烦 失恋开始前两个时辰只会公布第一名和第十名的成绩 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 第三个时辰就会公布第一百名的成绩 而最危险的第四个时辰 会公布第一000的成绩 第一000的成绩出来后 你知道了吧 那些积分不够的就会开始争抢 会开始掠夺 韩飞 为啥我不知道 这规则不是坑人吗 为什么学校和家长会同意 王白鱼心说我也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 不过他还是解释到 因为我背是修行之人 海洋是残酷的 在海上你以为危险只来自于水下吗 不 很有可能是和你同行的人 或是其他准备来掠夺你的人 这种事情在一级渔场和二级渔场并不少见 只是普通渔场没什么必要去争抢而已 韩飞深吸一口气 所以说 如果我实力强悍 我其实不用锤掉 我只要去抢就行了 王白鱼理论上是这样 啪 哎呀 亏了亏了亏了 王白鱼 什么亏了 韩飞 亏了 把李虎给放跑了 要不然把他留下 那他的积分就都是我的了 王白鱼 完了韩飞还瞅了一眼王白鱼的鱼仓 里面扑腾的厉害 估计应该有不少积分吧 王白鱼 韩兄 韩飞 哦 那是 我就看看 对了 王兄怎么突然就来了呢 王白鱼笑了笑道 我刚才感觉到此处灵气似乎有些波动 便好奇过来看看 谁知恰好碰见韩兄和李虎正在憨战 王白鱼重新打量了韩飞 别人不知道 但是他却十分清楚李虎嚣张的底气 一条虎头与宝宝 加上自身八级渔夫的实力 哪怕自己遇到 都得小心应对 谁知道眼前这家伙竟这么刚 直接就对上去了 而韩飞心中想的却不是这个 连于附近界的人都能感到这里有灵气波动吗 那自己是不是不能作弊了 哎呀 不能作弊了还怎么玩 难道要去抢劫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简单 暴力 见效快 轻李这么想 嘴上韩飞道 哇 你说灵气波动啊 这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我遇到了鱼群了吧 不过现在鱼群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也不知道有哪去了 在附近找找说不定还能找到 钻了 不跟你说了 哈 我去打劫了 王白鱼 第49章惨烈的试炼 和王白鱼分开后 韩飞没有立刻去打劫 而是挪了地方 又跑出去几十里 但是他没敢再作弊 如果猜测不错 李虎也是被灵气波动吸引来的 还有那两个巡查史 韩飞确定 方则一定察觉到了这边的灵气波动 只是他懒得过来罢了 可既然差点暴露 那就不能再使用了 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自然锤掉 然后准备好去抢劫 第三个时辰 韩飞的成绩因为之前灵气爆发的缘故 大涨了一波 已经来到480分 而此刻村长高呼 本次锤掉失恋目前第一名几分691分 第十名积分478分 中卫再接再厉 第一次 韩飞的成绩进入了第十名 目测应该排在了第九名 既然最后两个时辰才开始抢夺大战 那这个时辰还是先掉吧 韩飞继续锤掉 只不过现在更轻松了 再也没有压力了 他甚至掏出了李刚给他准备的烧烤 开始慢慢吃了起来 可韩飞依旧小看了锤掉失恋中的人 就在第三个时辰过去大概半个时辰的时候 有两艘吊舟直奔他而来 等对方吊舟靠近后 有一个少年笑道 兄弟 交出来吧 另一艘船上的少年道 如果想要保命 最好把你的积分都交出来 否则只能送你去喂鱼了 韩飞手上还抓着一只烤大虾 愣愣地看着这两艘船上的少年道 真会玩 你们还玩结盟啊 其中一个少年眉头微皱 看着韩飞有恃无恐的样子 难道这是一个难缠的角色 可如果这人很厉害 为什么要跑这偏僻的地方独自锤掉呢 难道他不应该直接去抢劫吗 那少年试探道 要不你加入我们 和我们结盟 到时候收获评分如何 另一个少年反对道 何必找他结盟 要找也该找我们同校的啊 这人我们又没见过 韩飞笑道 对 你们没必要找我结盟 因为 你们可以淘汰了 话必 韩飞已经跳了起来 直接劈向一个少年 baby 你通袭 当 只见那少年一口鲜血就喷了出去 整个人直接就躺了 这少年眼神惊恐 我特么到底惹了什么人 我六级巅峰渔夫啊 可刚才那一棍子 仿佛撞上了一头成年铁头鱼似的 根本挡不住好吗 另一个少年正拎着金铁棍准备过来帮忙 可他还没跨出步子 盟友就跪了 然后他直接就猛了 那家伙比自己还抢点呢 一棍就跪了 韩飞懒洋洋的举着紫竹棍指着那少年道 你 十项点 把鱼舱里的鱼全拎到我的鱼舱里 我不伤你 说不定你还有机会去抢劫一下别人 那少年汉言 这特么都什么事 说好的找若鸡下手的呢 这才是他们抢的第一个人啊 竟然就遇见了大魔王 何像话吗 我 我拎 这少年快空了 为什么要把吊周开这么近 这特么跑都没机会跑啊 韩飞鱼也不掉了 跟那少年扯淡道 你那个学校的 叫啥名字 少年 北校 宋军 韩飞 外面已经开始想起来了吗 宋军 刚 刚刚开始吧 已经有人开始动手了 韩飞 矮矮矮矮 小白鱼丢我面前 不要往我鱼舱里面丢 宋军战战兢兢把小白鱼丢韩飞面前 韩飞用手摸了一下 然后随手就丢海里了 宋军脸都绿了 小白鱼也是积分啊 你扔了是几个意思呢 当宋军拎起大黄鱼的时候 韩飞又道 矮 大黄鱼也丢我面前 宋军 然后宋军就再一次看见大黄鱼被丢进了海里 心里顿时一万头铁头鱼在冲撞 大哥你几个意思啊 小白鱼不是积分吗 那大黄鱼是了吧 三个积分呢 却听韩飞嘀咕道 这么大个头 积分还少 把我鱼舱塞满了可咋办 宋军 不一会 宋军和另一个少年的鱼舱就被清空了 一共有刀鱼十只 轻甲二十四只 却见韩飞皱着眉头 为什么刀鱼这么少 你们没事钓那么多青甲鱼干啥 块头那么大 我一个鱼舱都快给塞满了 罢了 你们继续 我走了 纵军恨不得这个瘟神早点走 瞧给他嫌弃的 连轻甲鱼都给嫌弃成这样 一条五点积分呢 韩飞悠悠哉哉哉开着船 往人群密集的地方而去 他整个人一只脚踩在船头 只觉得这会儿他就差一根烟头 一顶帽子以及一个眼罩 舒坦 怪不得索马里海盗总喜欢抢劫呢 这感觉太棒了 锤吊失恋的场地并不大 方圆百里而已 但是相对于万艘吊舟那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了 可此刻 在这片海域片外围部分 已经有吊舟三五成群开始结盟了 而那些没来得及结盟的 落单的吊舟 无疑就成为了最佳抢劫对象 这一刻 巡查史开始不怎么管事了 尊长长叹 哎 一年一度的厮杀又开始了啊 只希望这些娃子们下手能轻点 方泽倒是毫无感觉 此刻坐在堂哥所在吊舟的船头拥懒到 这一刻你需要学会掠夺 在上面的世界 要比这里残酷的多 谁的拳头大就是硬道理 猎人与猎物完全取决于你怎么选择 你看那些少年 明明自己辛苦掉了这么久 转眼间就归于他人 不过是源于没有实力罢了 至于三五联合 这种事情你最好不要学 或许在大吊师以下的境界 这种所谓的联盟还有点用处 但是随着实力的越来越强 高一个小境界将会是天壤之别 任他人数多又如何 尽杀之 堂哥面色很沉 虽然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幕 但是他毕竟还年少 没经历过 刚才在自己不远处 就有一艘调州上的学生被无情格杀 尸体被丢进了大海位鱼 当然 修炼本就是一条坎坷路 他没办法拯救别人 但韩非呢 他想要去寻找一下 方则也不阻拦 只淡淡道 好了 去吧 你必须学会这最重要的一刻 说完 方则消失了 只留下堂哥那瘦小的人影 孤零零地在海面上 方圆数千米连一艘调州都没有 外围 韩非又被包围了 谁让他只有一个人呢 却听韩非大惊失色 喂 你们是什么人 众人见韩非这怂样 纷纷大笑 其中有一个女生以止气使道 那个谁 你乖乖地把鱼舱里的鱼献出来 我们还能饶你一条活命 否则就准备去死吧 韩非惊恐 你们有四艘调州 我拿给谁啊 要不你们自己来取 只要不杀我就行 接人相识一眼 似乎是这个道理 结盟就是这个坏处 每次抢劫都要平均分一下 于是几人各自拎着棍子踏上了韩非的调州 也就在他们踏上来的那一刻 韩非却突然拎起了紫竹棍 说话的女生脸色微变 你想找死 哎呀 我一直觉得女孩子和男孩子应该不同 可现在看来 没什么区别啊 无能就是无能 以为拉上几个人就变成厉害了 到底是谁给了你们勇气 一个男生脸色大变道 不好 他的鱼舱里全是刀鱼 顿时 四人脸色大变 鱼舱里全是刀鱼是什么概念 意味着这个人极其强悍 这么多把刀却为伤他分毫 这绝对可以算是添交了 女生大喊 战斗 然而他刚喊过 一根棍子从天而降 这女生下意识地举棍格挡 只听当了一声 金铁棍弯曲 女生直接被一棍砸得跪在了船上 手上已然血肉模糊 另外三个男生同时举棍袭来 然而紫竹棍上灵光喷涌 只是一个横扫 两个没来得及退的男生直接被砸飞 其中一个直接落进了海中 另一个则飞回了自己船上 韩非皱眉 力量涌得有点过了 没想到那个男生这么弱 他走到船边 还准备救一下 结果海面上哪里还有人影 最后一个男生满脸惊恐地跑回了自己船上 可不等他操作吊舟 韩非就已经站在了他的船上 韩非 我这个人 不喜欢打打杀杀 你们把鱼舱里所有的刀鱼 轻甲鱼搬到我的鱼舱里 就可以滚蛋了 第五十章被追杀的何小鱼 韩非每自私地继续一个人瞎逛 他已经以同样的方式解决掉三拨人了 如今掉周上八个鱼舱已经被装满了五个 期间 有一个巡查使过来统计数量 当积分计算出来后 那巡查使自己都猛了 1012分 这才短短一个时辰而已 已经有人超过千分了 要知道刚才第三个时辰进行报数的时候 第一名堂哥也不过691分 而这人明显不是堂哥 却轻松超越了1000积分 此等成绩如果能保持下去 哪怕什么都不干了 也绝对是前几百名啊 约莫过了片刻 村长的声音再次响起 本次锤吊试炼距离结束还有两个时辰 目前第一名积分1431分 第十名积分966分 第一百名积分552分 第一千名积分241分 诸位在接再历 当第四次播报结束之后 整片海域都沸腾了 现在积分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夸张了 转眼间前十名已然超过了1000分 此刻已经三五联合的人开始四处寻找目标 而还没找到联盟的人要么去找联盟 要么就开始往试炼场边缘地带跑 更有人远远地看见有吊舟冲自己来之后 直接启动了吊舟球救装置 直接放弃比赛 还别说 这样的人还真不少 有些六级渔夫就是这样 找个没人的角落开始吊 吊了几百个积分后 一旦遇见有人朝自己而来 赶紧结束试炼 往年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结果最后统计成绩的时候 反而这些人当中总有一些是能够进前一千名的 但是和别人不同 韩非仗着灵气用之不竭 等级高实力强的优点 依旧一个人游荡 但是有些人就不一样了 王白鱼和李虎两个人就很不同 他们根本都没动 结果有很多吊舟主动过来 把自己所有的收获全部奉献给了他们 王白鱼和韩非差不多 他王家人外要比虎头帮广得多 所以他可以一边磕着海瓜子一边乱逛 而李虎不同 虽然也有吊舟来送积分 但那多是虎头帮帮重的孩子 所以他知道 不能只依赖这些人 自己要去抢 而李虎和韩非又不一样 韩非是等着别人过来 抢他这艘孤零零的吊舟 李虎是主动去抢那些三五成群的吊舟 不仅仅是抢 李虎还喜欢杀人 凡是和李虎遭遇的 几乎没人能成活 可小鱼现在很慌 虽然他已经突破了 但是好汉架不住群狼啊 刚才有三艘吊舟过来抢劫他 只可惜他们低估了何小鱼的实力 最终被何小鱼击败 但因此 何小鱼自己的灵气也是消耗一空 不得不服用了一枚补灵丹 而此刻 他只剩下最后一枚补灵丹了 就在这时 四艘吊舟从四个方向围拢而来 何小鱼快要绝望了 虽然刚才抢了一些积分回来 但是这一次他能撑过去吗 仅剩的最后一枚补灵丹 绝对不能用在战斗上 何小鱼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他有两种打算 一种是打赢这四个人 抢了他们的积分 等最后一枚补灵丹用完后认输 一种是往外围跑 毕竟自己还有一枚补灵丹 用来跑路的话 别人兴许追不上自己呢 可就在那几艘吊舟准备 快要围住何小鱼的时候 海里一头虎头虎脑的大鱼 跃水而出 起身后是一艘以最快速度行驶的吊舟 有一艘吊舟还没注意 就被近身了 只看见李虎一步踏了过去 手中双刀连环 吊舟上这少年才刚举棍反击 身上就被戳了好几个洞 随着李虎的拔刀 这少年顿时鲜血狂喷 可小鱼看傻了 杀人啊这是 这么暴力的杀戮 吓得他脸色都白了 另一艘吊舟上有人喊道 跑 是虎头帮的李虎 快跑 可他话还没说完 一只凶悍的虎头鱼出现在他身后 在别人的惊呼声中他刚一掉头 只觉得眼前一黑 准确来说 他脑袋已经没了 啊 何小鱼尖叫 他看见那没有头的尸体在喷血 吓坏了 而李虎皱眉 闭嘴 何小鱼连忙拎起竹木棍 准备跑路 可他不拿竹木棍倒也罢了 毕竟这里还有两艘其他吊舟呢 说不定还有逃跑的机会 但李虎一眼就看见了竹木棍 他知道能用得起竹木棍的 肯定不是一般人 于是大喊虎头 杀了他 这时候何小鱼已经开始控制吊舟跑路了 可吊舟的速度哪有虎头鱼块 只看见那大鱼再次跃出水面 直奔何小鱼门面 何小鱼论起竹木棍 只见棍上灵光闪烁 棍头有灵光汇聚 李虎怒吓 虎头 回来 可说时迟那时快 爆炸声响起 击朗翻滚 何小鱼被虎头一一脑袋撞得到飞出去撞倒撞在甲板 口角都在溢血 当然 虎头鱼似乎也受了点伤 但是他不敢停留 赶紧驾驶吊舟逃窜 虎头帮李虎已然成了杀人不眨眼的货色 上了虎头 还想跑 李虎直接放弃了剩下的两个人 直奔何小鱼而去 剩下的俩人神色惊恐地长出了口气 可还没等他们放下心来 五六艘吊舟已经从四面八方围来 其中一人绝望到 不好 是虎头帮的人 可小鱼跑得贼快 亏得刚刚没有打起来 否则自己一身灵气肯定得消耗一空 届时对上李虎 几乎是死无生 两艘吊舟相距不过数百米 可小鱼一边跑一边大叫 李虎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我爹是何明堂 李虎怒吼 我爹是李绝 杀了你又能卖我何 可小鱼 你这个疯子 你再追我就退出试炼了 李虎 等巡查室过来救你 已经迟了 可小鱼很委屈 我招谁惹谁了 凭什么要追我啊 我都七级了 竟然还被人追着打 半住香后 何小鱼眼前一亮 他看见自家学校的高手了 秦义 救命啊 名为秦义的男生不过六级巅峰 此刻一看何小鱼竟被李虎在追 二话不说直接开溜 开玩笑 我敢惹虎头帮骂我 何小鱼 混蛋 一路上 何小鱼逢人就喊救命 但是四处的吊舟仿佛 比温神一样避开何小鱼 没人愿意为他得罪李虎 可小鱼的灵气耗光了 毫不犹豫地将最后一枚补灵丹吞下 体内灵气瞬间恢复 这时 他看见了正在打劫别人的胡坤 顿时哇哇大叫 混坤 救命 胡坤昨日刚刚突破七级 所以胆子很大 一个人打劫人家两艘吊舟 此刻看见何小鱼被追 还喊救命 顿时意外到底是谁谁敢打劫这姑娘 卧槽 李虎 胡坤脸色微变 剩下的积分直接就不要了 赶紧驾驶吊舟离开 可小鱼委屈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这都什么人啊 李虎就这么可怕吗 韩非正在晒太阳 八个船舱已经满了六个了 只觉得吊舟的船舱太少 马上就快装不下了啊 不过他一点都不急 自己的吊舟满了 到时候就直接抢别人的吊舟吧 韩非 唉 好亏啊 明明这么多鱼却不能吸掉它们 不行 回头一定要申请带回去做烧烤 嗯 毕竟都是刀鱼 味道也不差 走 韩非 唉唉唉 兄弟 别跑啊 咱们结盟啊 这已经是韩非看见的第三艘 从自己身边溜过的船了 他顿时无语 这些人灵气不要钱吗 又不打劫 还跑那么快 哭的 他看见远处有两艘吊舟正快速往自己这边而来 顿时韩非精神一阵 来客人了 自己得装一下 之间韩非立马装成了受伤的样子 加快了船速 洋装成衣服我也在逃跑的样子 进了进了 唉 不是 那不是何小鱼吗 或 这丫头也要来打劫我 何小鱼和韩非相距好几百米 就看见何小鱼举着手喊道 跑 韩非快跑 韩非 何小鱼无语了 别人都是赶紧跑 你倒好 自己撞上来了 这可怎么办 韩非虽然也厉害 但是那是李虎啊 等两艘船进了 何小鱼赶紧喊道 韩非 快跑 李虎来了 他的 giờ看见 李虎